大家好,我是安達 今天回到日版龍珠這邊 因為日版龍珠這邊 我們就有少少測試搞作 所以大家看到我今次的版面都會有點不同 所以其實最主要是想做一個測試 右邊那邊,大家不要想太多 又不是朋友來參加 都是我自己 最主要是想兩邊一起做一個挑戰片 我自己現在是左邊,是實時這邊 右邊那邊是早前的錄影 所以其實那邊是之前去用的隊伍 跟今次有少少不同 我想去比較一下大家的分別 時間上等等的東西 今次有少少有趣 拍在一起,想看看大家的差別相差多遠 那我們今天就挑戰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挑戰這個 超激戰BOSS的關卡 我們今天會挑戰這個第三關的Super 3的難度 不如看看我今次這一邊的隊伍吧 我這一邊的隊伍的六個角色 跟右手邊的六個角色有五個是完全相同的 最主要的分野就是我們今次的超級格比達 我現在這一邊操控這一邊是用G屬性的 而右手邊的較早前錄影那邊是用力屬性的 最大個分別的除了屬性之外 右手邊那邊是滿前的 而我現在這一邊的G屬性的格比達 就是有90%的前解 分別就是這麼多 我想看看兩邊的打法 其他人物一樣 我想看看速度上或者感覺上會不會有分別 因為我現在錄影了這一邊 我就不知道那邊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那邊就是 你們作為觀眾 你們就可以看完兩邊的 那我錄這邊 我專心就是這邊的處理 所以那邊基本上我都不會看得到 所以我這邊就專心打 給大家看看兩邊的分別 究竟哪邊快點 哪邊強點 哪邊會就手點 當然啦 當中裡面都有牽涉到運氣那樣東西 例如對方的大佬出壁等等的原因 會影響到整個事件的速度 那我們先進去關卡 我們先選一隻朋友 好 好 選這個朋友也會影響到所有的 不要緊 細微的東西我都控制不到 大佬我最主要想分別一下 兩邊的究竟哪個快點 好了 我們進入關卡裡面 我正式那邊會再啟動 因為那邊的時間很難跟那邊去配合 不可以開定 因為兩邊都是我 一個是前後的 即是我們好像在玩時空一樣 那麼我們究竟過去的時空 或者應該這麼說 另外一個宇宙的我 以及這個宇宙的我 究竟哪一個效率 以及哪一個隊伍會比較好 我們自己製造一個這樣的大會 哈哈 我們自己製造一個這樣的活動 好了 我們進去吧 好 我們先來第一個關卡 我們就打一隻超四五 BOSS BATTLE 好了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我這邊不是最主要用來做 鬥快 即我不是鬥快的速度 所以那邊可能遇到手臣 速度上可以的話 可能會比這邊快過 但不要緊 最主要其實我也是想做一個比較 真的出必 正,我們閃避了 所以右手邊那邊 就盡量都是 隔回我這一邊 看起來就好 免得各有各打 我想盡量都會剪輪大家同一個關卡 好 我們成功過了第一個 stage 我們現在轉色轉入 第2個階段 超四五的 好,朋友仔那隻應該比較好 先放頭 好,拿完 哎呀 應該不夠了 不要緊 我們要拿一顆 橙色 跟著這一群給我 我們那隻 始終都一定要有個角色進入 那你們大家就看得最清楚了 因為我現在錄影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 右手邊那邊發生什麼事 糟糕 嘩,我們的 龍面巴打卡都扣這麼多 糟了 蝕張了 哈哈 這邊又有點危機了 試試看 這樣嗎 這樣放好沒有 好 就這樣說 拿了紅色 然後拿一顆藍色 然後拿一顆綠色 給我們的裝置拿去 那我們的三個角色是必殺技 好,那我們過了第二個 stage 好,那超四不正式登場 好,那超四不正式登場 先放好 那開頭當然是找龍面巴打卡頂一頂 他可以拿的話 先看看 拿紫色 然後 看一看 看一看 怎麼放好呢 好,我們拿一顆橙色 然後拿藍色 先拿一顆藍色 好,那我們超三不正式 好,再出一個B 好,到我們的超四融合 好,到我們的超四融合了 嘩,這樣嗎? 嗯… 焗著也是這樣放的 好,拿一顆紫色 先 先挑一挑 這樣會好些 因為我們的沒有記錯 車格比特應該是 他的防禦力高些 好,拿兩顆紅色 然後拿一顆 橙色 先 留一留綠色珠 給我們之後的蒙面巴打卡 這樣給他購物兩萬真的不值 我們出了B 我們的防禦力 少許增加 好,那就是Cretical 我們完成了 好,我們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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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顆黃色 紅色給我們的蒙面巴打卡 然後… 然後… 這顆黃色給我們的… 超山吾天格斯 差一點 咦? 即是說他再出一個BP 真棒啊 好 這樣就開始了 我們 Stage 1 的超四比達 我們已經是現成的 完成了,我們現在趕快進入Stage 2 沒辦法了,焗我這樣放,連鎖技能才比較好 但如果我這樣放,他的傷害力都應該... 還是不好了,我還是先調一調 我還是先調一調,因為... 始終我還是... 最初還是會被人打一腳 好,我們先調一調,先穩一穩 因為我始終還是要留一留 好棒啊,朋友鎖匠一定好 好棒啊,我們已經成功過了第二階段 超三比達,看看 這樣放可能會好一點 不如這樣放吧,這樣放好一點 因為我們的木面巴打黑,可以先減一下 好,拿藍色給我們的... 車格比達 好,接著拿黃色 好棒啊,快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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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我們又成功過了Stage 3 好棒啊,我們正式打這個超四比達 好棒啊,我們正式打這個超四比達 好棒啊,我們先玩 好棒喔,我們的... 好棒啊,我們現在來找到我們的... 好棒啊,我們先來找到我們的... 先拿一顆藍色 然後拿兩顆紅色 然後拿黃色 真的出必 幸好不是太多隻 看看我們 好可惜 剛才那裡 卡錯了 我以為可以拿完 結果我們浪費了 出了超必 不要緊 搞定了 錯了錯了 我們就成功過了超4比達 不知道的朋友還以為是臭串 最後一個是放棄了治療 BOSS BATTLE 現在打古拉 我們盡快要回到DK魔導 我們先回一回血 如果屬性雙黑 如果這樣走 好像這樣會好些 先來打哪隻蠔呢 先打一隻體屬性 好 接著我們來打幾屬性 也不夠的 但不要緊 我先拿一堆橙色 欸 出標 36 越來越低了 哈哈 好 先這樣放 先來 先拿一堆紅色 我盡量拿多一點 可以拿一堆紫色 夠不夠滿 單一點點 好 接著拿完這堆藍色 盡量拿多一點點的氣珠 令我們BOSS BATTLE 盡快可以 啟動 令到我們可以回血 好 應該看來應該成功過了 對 好的 我們的Stage 1 已經搞定了 古拉正式登場 好 我們先來打去LAND 好 先拿一堆紫色 接著 這裡拿了一堆紅色 接著一堆綠色 就給我們的蒙面巴特克 成功了 Dockemodel 正式吐動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Dockemodel 其實可以打全體 就算本身那招是單獨攻擊 由於經過Dockemodel 的時候 所有全體都會受到這招 變成全體攻擊 所以一次死殺 好 我們去第三階段 要小心一點 我想我這樣打可能會好一點 這裡先拿一堆紅色 接著呢 這裡 看看 這裡 拿一堆 橙色 接著拿一堆藍色 先拿一堆藍色 這裡屬性雙黑 希望可以扣多一點點 好 完成了 終極的古拉已經登場了 我看 等等 如果這樣放的話 都會被用這樣放了 還是放最尾 試一下吧 那先放最尾吧 希望可以扣少一點點血 先拿兩顆綠色 接著拿兩顆紅色 拿兩顆藍色 到未來的超山不見牙絲 就算可以了 沒什麼問題 先這樣調一下 應該都不夠出的 我唯有拿一顆黃色 先拿一顆紅色 然後拿一顆紫色 出一點 好棒 閃了 太好了 在武術線雙刻下 看看有多少 好棒 我們完成了 好緊張 到我們的超山不空天使 Boss Battle 好 這裡要小心一點 好 拿了紫色 然後拿黃色 然後拿一顆紅色 留一留綠色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下一回合 毛面巴大哈也有機會殺死罪 看我們的特徵之下 這些超級可不可以解決 正 超級可不可以解決 好 我們進入第二階段 這樣就看看能不能出到Bit 如果不能出到Bit 真的不能出到Bit 不能出到Bit 我就找木面巴大 那我就拿這個 我這裡要留一留給最尾那隻 所以 我這裡就 拿一拿藍色 因為出了Bit 之後呢 我們的超四融合 這隻角色 我們才可以發動到那個磅熱力 才夠強 我只顧著被最尾那隻出了 OK 好 斷了 好 這樣頂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先來拿藍色 接著就 拿紫色 好 把紅色 哎呀 發動不到 那50% 死了 還要出Bit 咦? 它怎麼算的呢? 它是每次算的 沒有理由 普攻兩萬 出Bit都是兩萬的 即是出Bit 我們就發動到那50% OK 那是Cretical 我們已經搞定這個階段 我們正式去到Stage 3 超二的悟空天使 好 就這樣放先 看看它出不出Bit OK的 出到Bit 那就正了 接著拿一顆 紅色 另外呢 這裡 這樣 好 先拿紫色 好 避免了 到我們減一減你的防禦力 好 又閃了 好 到我們的五天格斯 好 成功 好 成功 然後再拿藍色 應該發動得到呢? 可能發動得到,因為可能扣六萬 好了,我們正式進入最後階段 超三五空天使 嘩,唯有這麼頂 我們的超四熔合沒有一隻在 好,先拿藍色 接著就紅色 然後就黃色 我們的蒙面包打得很傷 閃不了它 嘩 遲遲後後扣了五六萬 好,我們這樣放有沒有用呢? 我先想想想 嗯... 不好了 這樣繞一繞 希望可以早點解決它就會好些 先算一下 嗯... 不行 不夠 不夠氣出 唯有這樣做 我先來拿到這裡 然後呢 我們這隻拿綠色 好,炸紫色 好,炸紫色 我們起碼後面都可以出到兩隻 超四熔合 可以出到個必 那我們可以防禦力增加 好,數到第二 究竟它的招如果真的超必吃正的話 可以反擊嗎? 好棒 好棒 再追加一個超必 差一點 哈哈 要出必了 哇,五萬六啊 如果能反擊的話 真的好棒 好 就反擊了 好,那我先拿了一堆殘色 先讓它拿出來 好,跟著呢 這樣放可能會好些 跟著我拿上綠色 盡量快點回回DK魔導的氣 不知道趕不趕不趕呢 不值,差一點點 如果剛才可以搞定它 就不用讓它扣那麼多 最重要是它出一點 好,那我們最後一個人物 Boss Battle Boss Battle 好,那我們就 拿紅色 跟著 橙色 然後就 看看 然後再拿一顆藍色 看看我們現在 不夠一半血 究竟捱不捱到下去了 只剩10秒 OK,那我們比較輕鬆 過了第一個Stage 但是這個很麻煩 我知道 好,在這個力屬性的魔人堡 一定要盡快拿多點氣 有沒有機會呢 如果這樣放的話 我就要找我們這隻 超三天格斯放頭 那我們就 看看 拿多點氣的話就這樣 這樣吧 好,再拿三顆 好,再拿三顆 咦,看來應該可以彎一顆 那我還可以彎一顆 那我還沒炒得及 那我還沒炒得及 好,Pretical 糟糕了 因為它的下一隻 就是一隻 神經病 在這裡不斷放必 還要屬性是傷害我們 還要屬性是傷害我們 好,我唯有這樣放 拿紅色先 綠色會留給我們的超四融合 然後就拿了紫色 行不行呢 還差一點 還差一點 還差一點才可以 那個 Token Model 發動 這次都還差一點 咦,正啊 我們應該可以反擊 嘩,正啊 Cretical 拿著這個最糟糕了 過了 咦,太好了 下一個階段 我們正式還可以發動 Token Model 就這樣吧 拿兩顆紅色 嘩,這樣啊 我們吃了糖果先 好,接著呢 十一器 正啊 咦,我就... 咦,加到嗎 咦,加到嗎 咦,加到 我以為是吃糖果不算 咦,加到 我以為是吃糖果不算 好,看看我們的 超四融合裡的 Token Model 究竟可以扣你多少 你現在完全是滿血 Cretical 搞定了 336萬 一夜已經搞定了 好,我們今次有這邊的挑戰了 我不知道那邊是怎樣 因為要到我剪片的時候 我才拍在一起 我才知道 時間上 或者其他事情 所以 其實觀眾 你們那邊 就有福了 你們那邊可以看完 我們兩邊 我這邊 因為我後期再錄影 這一個 所以 其實時間上 我看不到旁邊 那邊 你們看得到 我這邊是發過去 還是他那邊 發過去我 還是怎樣 不要緊 希望這次是一個 幾有趣的玩法 至少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 下面按個讚 順便可以把影片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 Youtube的頻道 按讚我Facebook的Fan Page 追蹤我IG的Instagram 看看我們之後有沒有 一些古靈精怪搞作的影片 我們再分享給大家 好了,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按個讚 或者訂閱我Facebook的頻道 在下面按個讚 或者訂閱我Facebook的頻道